在通胀的压力下,利息持续上升,美国股票市场呈现巨大波动,对此经济学家给准备退休的民众一些安全投资建议。 年轻人则需要做长远的资产规划,他们建议投资股票是增加收入的其中一个渠道。 他们也提醒,短期内持续买入和卖出股票存在许多风险。 退休民众与年轻族群投资方向不同,应该以保守谨慎为主,以稳健的态度面对通胀的压力。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博元朱利安,洛杉矶采访报道。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博元朱利安,洛杉矶采访报道。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博元朱利安,洛杉矶采访报道,印语德股票权。